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是针对朝鲜还是针对其他的国家 那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清楚 日本已打造西南不沉航母对抗中国海军崛起 之所以现在有这样一种心态 要打造不沉的航母 那什么意思 证明是你在水面舰艇的这种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中 你已经感觉到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我们看到包括八重山 包括公国 实际上它都是围绕着钓鱼岛当面所做的一个部署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 其实是在西南诸岛 或者说针对西南方向部署的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些军机和它的战机 军事专家陈虎 李立 房兵 魏东旭为您使用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首先进入本期的军情 大家看 欢迎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内阳博士 陈虎老师好 我们来看第一条 日前网上接连曝光了首艘国产航母的照片 照片中正在西装的国产航母两次冒出黑烟 让很多网友感到十分的兴奋 那么冒烟究竟能够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呢 有消息称 5月22号下午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烟囱又一次冒出黑烟 一次正在进行主机试车 据悉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采用蒸汽轮机和柴油发电机组合的动力形式 与俄罗斯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相似 还有评论认为 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刚刚满月 就接连进行两次类似测试 中国速度或将再次震惊使人 冒烟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舰艇的主机在软机试车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发电机在进行试车 那么不管是主机还是发电机的试车 都说明现在国产航母 它的预袭装完成的比较完备 主动力系统和电力系统 基本上已经安装完毕了 如果说仅仅依次说 马上就可以进行海试了 可能太着急了一点 但是这说明预袭装完成度相当高 所以离海试的时间不会太久 之前俄罗斯航母冒黑烟被人们嘲笑 不用雷达就能发现 我们会出现这种状况吗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冒的黑烟 和俄罗斯航母冒的黑烟完全是不一样的 俄罗斯航母当时最严重的时候 给人感觉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那么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淡淡的黑烟 从这个航母的主动力系统 它是蒸汽轮机的 那么电力系统应该是柴油机的 从这两个动力机器的角度来说 软机试车的时候有一点黑烟 有一点清烟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我们来看下一条 在客机上闹事不仅违法而且十分的危险 最近一名土耳其乘客在前往夏威夷途中 强行闯入头等舱并引发骚乱 闻讯后美国空军如临大敌 紧急出动两架战机应对 据当地媒体报道 一名25岁的土耳其乘客 搭乘美联航航班飞往夏威夷时 从后舱强行闯入头等舱引发骚乱 随后被空乘人员和乘客共同制服 为确保飞机安全和美国国土安全 驻下威夷的美国国民警卫队 紧急出动两架F-22战斗机 对这架A321客机护航 飞机落地后 闹事乘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立即逮捕 甘肃九泉的网友抱走罗利就提问 在航班上闹事并不少见 这次却惊动了美国军方 至于这样的大动干戈吗 美国有过911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教训 那么他怕的并不是说 我这个飞机被劫持 而是什么呢 一旦这个飞机被劫持 再来一次911式的飞机撞大楼 怎么办 你必须要预有准备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派出战斗机来进行监控 那美军这次是紧急出动了 两架最先进的F-22隐形战机 为客机护航 不少人觉得是牛刀杀机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属于一个突发的情况 所以派出的战机应该是值班的战机 换句话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 恐怕选择战机的型号 你没有更多的余地去挑三减四 更何况执行这种任务 F-22和F-15 F-16大家都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它能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个是监控 看你往哪飞 另一个就说起来 就比较让人感觉不安了 就是一旦这个飞机出现不可控的动向的话 就要实施武力拦截 所以美其名曰叫护航 不如说是监视和危机情况下的消灭更合适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日中国基载雷达家族 再添重量级成员 这位新成员有一项独门绝技 可以让现有的国产三代战机 轻松拥有一双媲美四代战机的空中鹰点 据国内媒体报道 中航工业雷达所成功研制出 国际首款基载风冷二维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款雷达运用高效风冷散热技术 成功解决了配装多普勒脉冲雷达的战机 不能直接换装有源相控阵雷达的世界性难题 分析指出 借助这项技术 中国大批三代战机 可以非常容易地换装四代级标配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 实现战斗力的快速升级 赫龙江的网友邱业船长说到 这款国际首创的雷达最大的特色就是风冷冷却 冷却方式不同 能让它拥有哪些优势 对于相控阵雷达 特别是主动相控阵雷达 散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此之前大量使用的是液冷 这有点和我们汽车的发动机的降温有点相似 实际上就是用液体经过TR组件 把它的热量带出来 带出来以后再通过其他的方式给它消解掉 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应该说它的冷却效果相当好 因为液了 它的循环起来之后可以很快把你热量带走 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整个的系统十分的复杂 庞大 重量大 那么如果说是设计的新飞机 从根上我就是使用这样的雷达 使用液冷 这还好说 那么如果是之前使用普通的麦充多佛雷达 那么现在我要换成相控阵雷达 配套的这一套液冷系统装上去 就会很别 那么现在讲说这个疯了 就相当的简洁 整个的系统的复杂性 体积重量都会大幅度下降 那未来有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国产三代机 换装这款雷达呢 当然有必要了 我们不一定换装这款雷达 但是三代机将来升级换代 换成有源的相控阵火控雷达 这会大幅度提高三代机的作战能力 我们来看下一条 日前中国海军两架苏30战机 在黄海上空对一架美军侦察机 进行了识别查证 那么这次不请自来的是什么角色 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外媒报道 美军一架WC-135火凤凰核侦察机 在东海上空遭到两架中国战机拦截 其中一架战机在美军机面前 做了滚筒动作 事件发生后 美方老调重弹 指责中方的操作不专业 对此中国国防部回应称 美方有关说法与事实不符 5月17号 美军侦察机在中国黄海相关空域 实施侦察活动 中国军机依法依规 对其进行识别验证 有关操作是专业的 安全的 那陈红老师海南三亚网友龙毛感兴趣的是 这次来黄海的WC-135侦察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侦察机它是一个核侦察飞机 它是通过一些机上的取样设备取得空气的样品 那么经过分析 看看你这些样品当中有没有放射性物质 通过这个取样获得这样的一些样品加以分析的话 就可以得到一系列的有效的信息 比如说核活动的性质 威力 主要的特点 WC-135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黄海海域 其实对朝鲜半岛的一些监测活动的范围 既可能在日本海 也可能在黄海和东海附近的海域 当然美国人是不是就是要侦察朝鲜的这个所谓的核活动 到底是针对朝鲜还是针对其他的国家 那只有美国人自己才清楚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日有消息显示 美军打算退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军舰新老更替本来是一件正常事 但美国海军既惋惜又心疼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美国网站近日判文称 受制于经费紧缩 美国海军精锐之一 邦克山号巡洋舰 计划于2019年退役封存 邦克山号是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第六艘 也是首个装备宙斯盾系统 和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万吨级巡洋舰 虽然已经服役33年 但依然是款威力极强的武器 该网站还称 台湾可能会成为这艘军舰的潜在买家 浙江嘉兴网友编程贵人提问 邦克山号的退役计划 让美国海军是一片惋惜 原因是什么 仅仅是因为它还不过时吗 其实这很大程度上 有一种情感的因素 因为海军人员 特别是有一定资历的海军人员 他对这些老一代的战舰 他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毕竟巡洋舰在大家的概念当中 是很重要的一级战舰 而对于这个世界头号的海军来说 很快他就会不再拥有巡洋舰 台湾一直有购买美军退役二手军舰的传统 那么邦克山号退役后 有没有可能被台军相中 其实对这个事 台湾海军想的很多 我们看很早以前 台湾海军就一直在想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台湾海军可能想多了 一方面 这个东西 它不仅仅是一个卖退役二手战舰的问题 还有相通战雷达 先进的相通战雷达和作战软件 有垂直发射的标准 舰空导弹等等一系列的尖端武器和技术 这些东西 美国会不会轻易的卖给台湾 那么敢不敢把这些东西卖给台湾 因为你如果卖这个东西 意味着违背了中美之间的联合公报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武器销售是在升级了 这个东西是违背了一个外交原则的 好的 感谢陈虎老师的精彩解答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机密 据日本媒体报道 为了对抗中国不断增强的航母实力 日本已经制定并实施东海封锁战略 计划在未来数年内 将冲绳等西南诸岛打造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按照计划 日本作业队将在延美冲绳 宫谷和八重山等岛屿 加强部署超音速反舰导弹 先进战斗机 反舰巡逻机 预警指挥机等装备 同时 具有极强针对性的水陆机动团 也即将组建完成 并部署到钓鱼岛方向 日本还扬言要在东海用实力说话 不难看出 日本此举是要把西南诸岛 打造成一条新岛链 要把东海变成对抗中国的火药桶 那么日本所谓的不沉航母 究竟是什么样 日本的不沉航母 会给中国造成哪些威胁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邀请到的军事专家 黄冰李立魏东旭 为您精彩解答 近日 日本经济学人杂志 刊登了一篇题为 日本在西南诸岛建设 不沉航母的文章 文章称 为了对抗中国日益增强的航母实力 日本正在加速增强 西南诸岛的军力部署 并计划在未来六年内 将该地区打造为 不沉的航空母舰 为了给日本强化军力部署 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2020年中国将会建造一艘 大型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该航母不仅装备有 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 和核动力装置 而且还能搭载 超过70架新一代舰载战斗机 综合战力将能接近 或达到美国福特级航母的水平 当这艘大型航母服役时 中国海军将会拥有 两艘以上 使用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 加上现有的两艘 采用滑越起飞的航母 中国将成为 名副其实的航母大国 日本媒体还表示 为了应对航母大国中国的崛起 日本已经着手实施 针对东海方向的封锁战略 并扬言 要在东海用实力说话 而其具体措施 就是打造西南诸岛不尘航母 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未来数年内 向西南诸岛的 燕美 冲城 宫谷和八重山等岛屿上 其中部署多种先进装备 包括F-2战斗机 使用的ASM-3超音速反舰导弹 射程和覆盖钓鱼岛的 E-2式岸队舰导弹 以及P-1和P-3C反舰机使用的 ASM-2空队舰导弹等 日本要将西南诸岛 打造成所谓的不尘航母 用来抗衡中国海军航母 这个想法是不是异想天开呢 李老师 我倒觉得它这里面 有很多的主观猜测的成分 比如说它认为 中国会有四艘航空母舰 而且它已经看到了 就是好像已经看到 我们中国已经实现了 比如说两艘是弹射的 那么另外两艘可能是常规起降的 所以它据此预测 特别是这个弹射型的航母 那么加上强大的舰带机 它认为日本未来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它提出了日本要构建 所谓的西南诸岛不尘的航空母舰 而且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它是一个远景 并不是一个目前 就是马上能实现的概念 第一期目标是在2018年 就是所谓的中期防卫 准备力量计划结束 能看到初步的端倪 那么第二步是2019到2023年 就是截止到2023年 恐怕整个的构想才能实现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是日本出于对于未来 整个的整个在东北亚地区 构建它所谓的 这样一个防卫的体系 所谓不成航空母舰的一个构想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这一点 而且它的由头是因为 对于中国所谓的 航空母舰快速发展的担忧 那么第二个我觉得 它恐怕有一个应急的部署的调整 就是你看它提出来的 比如说包括延美大岛 我们看到包括八重山 包括宫古 实际上它都是围绕着 钓鱼岛当面所做的一个部署 而这个部署它平时可能很难实现 包括冲绳 那么它可能在 比如说它做出了一个主观的异端 认为这个方向 比如说日本要主观营造 一种特殊的态势的话 它可以形成一个迅速的 向心的部署 以钓鱼岛为原心 形成一个周边的 快速的这种态势 日本扬言在东海 要用实力说话 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它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呢 房老师 我觉得日本之所以讲这个 所谓的用实力说话 它其实也是一种 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大家想想看 如果从现在开始 我们往前倒退 十年二十年 日本会说用这种实力来说话吗 那当时它日本海上自卫队 特别是水面舰艇部队 无论是从吨位 还是坐在能力 跟当时的中国海军相比 都占有某种优势的话 你想二十年前 我们的主力舰艇 还是三千七百多吨 不到四千吨排水量的驱逐舰 老的051 而它们四千吨五千吨 六千吨以上的大舰 都已经很普遍了 它们甚至都已经有 万吨级 接近万吨级的宙斯敦舰了 金刚机 挨档机都已经有了 大家想看 那个时候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面对中国海军 它会有这种 所谓打造 永不沉默的航空母舰 拿导链来 给你说事这种感觉吗 它不需要的 那个时候 它这心态是很好的 它觉得水面舰艇 我绝对可以压得住你 当然它那个时候 它不考虑潜艇的问题 你不考虑航空兵的问题 之所以现在有这样一种心态 要打造不沉的航母 那什么意思 证明是 你在水面舰艇的这种 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中 你已经感觉到 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而且天平在继续向 不利于你的那个方向 去倾斜 而这种趋势 它现在看到 是不可逆的 正是因为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你看日本有的媒体炒作 什么我的四艘 所谓的准航母 我改不改不 就可以搭上F35B 就可以变成真航母 我就可以带F35B去偷袭你的 所谓东海监队的军港 仪仗可以把你 打成第二个真珠港 它自己心里明白 真正的专业一点 它这个日本 它方面军方也好 包括一些媒体也好 只要稍微专业一点 它明白 开什么玩笑 你以为那种情况 还会重演吗 现在这种未来的实力对比 再靠海上力量的PK 我们姑且不论 中国方面 占绝对优势的航空兵 和远程导弹的火力 姑且不论 中国方面 占有他们不可比的 这种核潜艇的优势 就是水面舰艇 对水面舰艇 以后 以一艘 甚至两艘 六万吨级的 大中型航空母舰 为核心 中国海军的航母编队 大家觉得 日本海上自卫队 未来若干年 它的海上力量 那四条准航母 直升级航母 是可以PK的吗 当然 不可以PK 所以 它现在才会有 这样一种心态 那既然船不行 咱们就能 不沉的船嘛 咱们就能 永不沉没的航母嘛 日本强化西南诸岛 军力部署的计划 由来已久 那么他们又将 如何打造 所谓的 不沉航 最近几年 日本公然加强 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 军事战略指向 十分明确 早在2013年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 中期防卫力量 整备计划中 就明确提出 要加强西南诸岛的 兵力部署 根据计划 自卫队将在 2018年之前 逐步向西南诸岛 部署17架 鱼鹰轻转 52辆AAV-7 水陆两栖运兵车 三架全球鹰 高空长航时 无人侦察机 和一支 由3000名士兵 组成的 水陆机动部队 除此之外 随着中国东部地区 三代战机数量的上升 日本感觉 西南方向的 空中压力明显增大 2015年 日本扩充了 冲城本岛的 航空兵力部署 将纳巴基地 原有的20架 F4EJ战斗机 替换为了 两个中队 共计40架 F15J战斗机 除部署 更先进战机之外 日本还同时 向纳巴基地 增派了 P3Z反潜巡逻机 和E2Z 预警指挥机 陆上自卫队 也将射程 180公里的 巴巴式反舰导弹 搬上了 宫古岛和中城岛 其射程 足以覆盖 中国钓鱼岛 今年4月 负责日本水陆 机动团训练的 教官队 在长崎 佐世堡 相浦基地成立 标志着 日本版海军陆战队组件 已进入最后阶段 在完成部署之后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夺岛作战能力 将获得巨大提升 中国在钓鱼岛方向 也将面临更大压力 魏老师 日本在西南部署的武器 可谓是五花八门 您觉得哪一种武器 最值得我们警惕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 其实是在西南诸岛 或者说 针对西南方向部署的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一些军机和它的战机 那么主要关注 三种军用飞机 一种是它的F15沟 那么是它的这种 英式的双发的 重型的战斗机 主要用于夺取制空权 那么另外一种 是它的F4鬼怪式的战斗机 可以挂装这种反舰导弹 攻击其他国家的水面舰艇 那么除此之外 也有ERC鹰眼预警机 那么这三种战机 可以说是构成了 一种空中的火力搭配 构成了一种空中的火力组合 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 希望利用ERC鹰眼 去指挥它的F15沟 和它的F4鬼怪战斗机 针对西南诸岛的 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 来实施这种封锁 或者说夺取制空权 以及夺取制海权 对于我们中国海军来讲 我们后续 还是要频繁地 穿越第一岛链 到西太平洋的纵深海域 进行相关的训练 我们空中的兵力 也就是我们中国空军的轰6K 包括我们的苏30战机 也会组成这种联合编队 飞越第一岛链的相关空域 到西太平洋的相关空域 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所以说对于它在西南方向 部署的这些预警机和战斗机 我们尤其要小心 尤其要留意 我们要具备强大的 这种防御和自卫的能力 防止日本它的战斗机 针对我们的这种海军的编队 或者说空中力量的 这样的一个混合编队 构成一个干扰 因为这些战斗机 这些预警机 其实才是失招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关注 它在西南诸岛上 部署的MV2-2 鱼英运输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种运输机 它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可以针对钓鱼岛 快速的投送一些夺岛 或者说侵略性的 这样的一些兵力 那么针对钓鱼岛 我们还要强化空中预警能力 防止它这种可以垂直起降 而且低空飞行速度 或者说低空飞行性能 非常好的这种鱼英运输机 针对钓鱼岛进行偷袭 那么对于它的一些 两栖突击车 或者说它的一些 这种陆基的反舰导弹 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部署动弹 并不需要特别的伤心 李老师 日本向西南猪岛大举增兵 能否在这一方向 形成局部优势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一下 它目前的可能的 这个打击力量 比如说它如果是两个中队 比如说我们想F2 要两个中队就是40架 40架如果说都搭载 它最新测试的ASM-3 就是这个超音速的板件导弹 因为它本身 它是可以在防区外投放 那么你按照它 300公里的射程 如果一架飞机搭载四枚 那么显然它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那么第二个实际上就是 反潜机 像它比如说情报 知道了我们的潜艇要潜出 而且可能在相关的 海鱼过岛链的时候 它可能迅速地向前方 派出它的P1 这个P1因为速度很快 然后迅速在当面 就跟拉网式的搜索一样 它这种呢 它实际上更多的 也是靠进攻武器完成的 比如说搭载一种反舰导弹 包括吊放式的声纳 在这个区域形成对于潜艇的 巨大的这个水下的掌控的优势 那么第三个实际上就是 安舰导弹 我倒觉得安舰导弹呢 如果说按照平时 就是跟守株待兔似的吧 这样一种攻击模式的话 它可以在比如说公路水道 包括在这个石原岛当面 它靠它的强大的 比如说有1-2C的预警机 事先了解了你这个海军的编队 已经前出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这个海域 进行密集式的大量的 比如说100多枚 或者200多枚的汽车 对于对方的圆片进行打 这个呢我觉得都是 它从数字上 可以我们说简单的测算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一个几乎的优势 但这种优势呢 我们说它一定是一个静态的 原因在于 它是没有对抗的背景的 原因我们知道 那你不可能说 你全部把100枚200枚导弹都打过来 我们没有任何的抗击 没有任何的报复行动 这种我觉得 完全就是一项情愿 所以我倒觉得 就是这种概略性的 仅仅靠静态的 数字的简单计算 得出的所谓的优势 这个我觉得 更多的是 纸上谈点 分析指出 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于 加强西南诸岛的兵力部署 无疑是为了建立 日本自己的新岛链 此前有日本媒体认为 美国在亚太地区 经营了几十年的第一岛链 已被严重削弱 中国海空军突破第一岛链 进入太平洋 已经成为了常态 为了强化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反制 日本紧急的希望 在西南诸岛建立起一条新岛链 并让这条新岛链同时具备 侦察监视 海域封锁 以及反航母等作战能力 以此威慑中国的海空军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 近些年 中国海空军频繁组织 远海演训任务 期间曾数十次穿越 宫古海峡 大鱼海峡 以及土嘎拉海峡 而日本的这条新岛链 从九州到南部 一直延伸到中国台湾的东部 恶守中国海空军前出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分析认为 和平时期 中国舰队尚可安全通过 宫古海峡等水道 但如果到了战时 日本正在打造的新岛链 将成为中国海空军 需要面对的巨大威胁 美国的一二岛链 在中国面前早已是千疮百孔 而且美军已经开始 向第二和第三岛链撤退 日本为什么还会不自量力地 把自己的兵力 向西南方向集结呢 黄老师 我觉得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它肯定是有一种 像美国表忠心的这样一种感觉 你老大你怕打 或者说你兵力要收缩 你没钱了 那好 我来填补你的空穴 我现在更多地冲在第一线 当然从中 日本它也可以获取到很多它的好处 毕竟它知道 只要拿来对抗中国 它愿意把自己 作为美国的一个棋子 来对抗中国 它是可以从美国那儿 换到很多好处的 你比如说有些 对它军备的限制 可以解除 解所谓的积极自卫权 下一步所谓修改和平宪法 包括武器出口 甚至美国一些先进的巨石技术 对日本的这样一个 相对比较开放的 这样一个 给它一些先进的技术 这都是日本希望能够拿到一些好处 所以它肯定有这样一个 像美国显示我的这样一个价值的 这样一个考虑所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它不这样 还能如何 又能如何 美国可以往后退 因为人家后面还有关岛 还有马里亚纳群岛 还有第二岛 实在不行 我退到澳大利亚 新西兰包括夏威夷 我还有的可退 你日本往哪里退 你日本就这么一个狭长的链条 而且横跟在中国 通往西太平洋的战略通道之上 面对中国 你有一点纵深可言吗 没有任何纵深 所以他想退 也没有地方可退 那么在他还有这样一点念想 觉得我还可以跟中国 博弈一下这样一个感觉之前 他还没有彻底摆正自己的位置之前 他恐怕还是要放手一脖子 那么他所能做的 无外乎也就是这样一些动作了 加强所谓西南离岛的防御 找几个中央的岛屿 多布一些雷达 多布一些射程比较远的反舰导弹 那么另外 我多部署一些先进的战机 可以具有相当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战斗机不够 我甚至拿P3C 这种反舰巡逻机 我都要准备挂反舰弹 我来跟你打 反正只要沾边的 只要试边倒藏 我一概往手里抓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希望能够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中 还能够跟中国在东海的博弈中 保持某种程度的 这样一个相对的平衡 哪怕是弱势的平衡 当然我想他这样一种 所谓的弱势的平衡 恐怕也保持不了同样时间 日本要把西南珠岛打造成新岛链 这将会对中国的安全环境 带来哪些影响呢 魏老师 按照他们的说法 在西南珠岛上部署一些雷达 部署一些战斗机 甚至包括一些陆基的反舰导弹 就可以把这些岛屿打造成这种岛链的封锁阵地 或者说这种岛屿的封锁阵地 可以对我们中国海军 包括我们中国的空中力量 进行一个极大的制约 进行一个极大的束缚 我认为这都是无极之谈 因为如果说我们中方 拥有强大的航母作战能力 包括这种远程的 这种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那么他在西南珠岛上 部署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武器 甚至包括他所谓的这种岛链防线 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像砍瓜切菜一样 把它给打碎 或者说把它给打破 它是不可能阻挡 我们中国海空力量 走向西太平洋的步伐 因为从目前来看 在西太平洋地区 中日的这种力量对比 包括夺取制海权的能力 包括夺取制空权的能力 可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逆转 我们中方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那么他想把我们的中国的空中力量 我们的海军力量 围困到第一岛链以西的 这种相对来说 比较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海域 我认为它的目的是无法得逞 或者说它是无法实现的 有分析认为 日本打造不尘航母的最重要环节 就是要将西南诸岛 变成反航母作战的前沿堡垒 从去年开始 日本陆上作卫队开始引进 一二式新型地对舰导弹 把它当作西南诸岛防卫的王牌武器 准备部署在九州和冲城等地区的岛屿上 从而构筑一道导弹防护墙 这些导弹不但能加强对钓鱼岛的防卫 也会对进出太平洋的中国海军舰队构成威胁 按照日本经济学人杂志给出的算法 一旦西南诸岛有事 航空自卫队将会向冲城纳瓦基地 紧急部署40架F-2战斗机 每架战机携带四枚射程超过300公里的ASM-3导弹 其打击范围足以覆盖整个东海 最重要的是 ASM-3的末端机动速度超过三倍音速 弹体重量超过900公斤 不仅极难被防御 而且威力巨大 命中一发就能使一艘4000吨级战舰 丧失战斗能力 除此之外 日本还将为纳瓦基地的P-1和P-3C反潜机 配备空对舰导弹 每架反潜机可挂载4到8枚ASM-2空舰导弹 根据日本媒体的估算 如果日本西南的不尘航母建设完成 则队将有能力在短时间内 向对方发射多达700枚反舰导弹 这意味着 日本西南主导将成为反制中国航母的超级火药桶 一直以来 日本媒体自认为 F-2战机和ASM-3导弹的组合 就足以有效反制中国的航母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款被日本人寄予厚望的国宝战机 F-2是日本三菱重工 于上世纪90年代 以美国F-16为蓝本研制的中型多用途战斗机 2000年开始部署 总装备数量为92架 其中40架部署在直面东海 黄海的九州岛方向 据了解 F-2的最大起飞重量22吨 最大航程3900公里 其机头装有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机翼下则可挂载四枚超音速反舰导弹 F-2也因此获得了极强的制海作战能力 被日本媒体视为 反制中国航母的杀手键武器 日本效仿前苏联使用反舰导弹 对航母进行饱和攻击 这种思路对中国航母真的有效吗 黄老师 应该来说 从理论上来讲是有效的 因为当年 无论是前苏联的暗机航空兵 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的暗机航空兵 对美国航母的饱和攻击 还是现在 客观地讲 如果未来美国的航母逼到我们家门口 我们恐怕也是这种模式的饱和攻击 当然我们这种饱和攻击 跟当前苏联不太一样 除了暗机航空兵的反舰导弹的饱和攻击之外 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手段 比如说更远射程的 弹道导弹的反航母武器 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另外一个层面的饱和攻击 这个饱和攻击理论上是靠谱的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我在我家门口作战 我是依托了一个巨大的陆地战场的支撑 陆地战场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数量巨大的各种航空兵的基地 机场 你可以打 但你想全部打掉那是不可能的 意味着以这些机场为寄托的 数量几乎可以 你想吧 你需要多少 几乎你可以不用去限制的 那就可以这么讲 100架不够我就1000架 1000架不够我就2000架 我总是可以达到一个你无法承受的极限 这个饱和攻击一定是有效的 但是日本它是这个情况吗 你要搞清楚 未来博弈的空间是在你的家门口 还是在我的家门口 如果是在我们俩共同的家门口的话 你那个家门口的纵身 有我的这个家门口的纵身大吗 我路上会有多少机场 你那些西南离岛 虽然南北1000多公里 你有几个机场 而且没有任何纵身可言 你觉得那些机场战时你的活得下来吗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你在暗基航空兵的数量 你跟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 你想夺取哪怕是我航母编队上空的制空权 你觉得靠谱吗 不要说你西南极的这个西南诸岛部署多少大飞机 你整个日本三代机应我多少加 你算算账 是我的几分之一 如果双方拿三代战机来夺取制空权的话 你觉得玩得过我吗 玩不过我的话 我航母上空的制空权你会掌握吗 如果你掌握不了我航母编队附近 不要说上空附近空气的制空权 你那个飞机带反舰导弹 姑且不说那种大飞机了 那个大飞机更不紧揍了 就你的F2 你那个带反舰导弹射成两三百公里顶身了吧 你觉得我会容忍你进到我的航母编队两三百公里之内 来发射反舰导弹吗 不客气的讲 我未来可能航母舰导机的数量 我的歼15的舰导机 包括以后我的更新代的舰导机 我就足可以保卫我航母三四百公里以外的这样一个作战半径 你都够不着我 你打个毛的饱和攻击 所以他现在这样一种很多的想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幼稚的一种说法 如果到最后真的到司破连准备动手的时候 我航母编队准备从你这开出去的时候 你觉得我航母编队从你这过之前 你这些岛上的机场还会有活的吗 还会有没被平掉的吗 你那些拿来封锁海峡的按键导弹 你觉得还有一枚弹我给你剩下吗 我给你剩下我的航母编队怎么往外开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所设想的一切你觉得有一样是靠谱的吗 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具体的一句去分析的好 5月17号 首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郡之邀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 与河野登上日本最西端的与纳国岛 一同视察了岛上的自卫队设施 期间哈里斯一再叫嚣 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并扬言要像守护北海道一样守护钓鱼岛 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 有分析认为 日方这次邀请哈里斯视察 与纳国岛是精心设计 有意安排的 与纳国岛距中国钓鱼岛仅150公里 是日本着力打造的对华监视前哨 去年3月 自卫队驻该岛的沿岸监视部队正式成立 负责全天24小时 监视中国军队在钓鱼岛的动向 这次日方邀请哈里斯来这里站台 其目的就是拉大旗做虎皮 为自卫队骨气壮胆 另一方面 哈里斯作为美军头号鹰派人物 一直以他的日益背景和好战言论为人关注 过去几年 哈里斯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 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并放出今夜准备开战的惊人言论 因此邀请这么一位人物赋予那国岛视察 无疑更能凸显美日对华的强硬姿态 那李老师在日本大举强化西南军力之际 邀请美国这样一位好战司令 去宇纳国岛视察 这是炫耀所谓的美日同盟呢 还是心虚呢 它实际上首先反映出的是 日本想营造出对于哈里斯 非常有用的一种舆论的氛围 这是一种舆论上的支持 那么第二个我们会发现 就是这次哈里斯到目前 就是我们看到宇纳国岛 因为宇纳国岛呢 它实际上离钓鱼岛只有150公里 而且这个地方呢 以前没有邀请过什么 美国这个高官去 哈里斯能去 这个本身也说明了一个 算是非常对于日本的一种迎合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看不仅是它到了 这样一个非常微妙 而且是敏感的地点 更在于我们会发现 整个的接待的流程 可以说给了它非常高的礼遇 道田彭美曾经和他事先要做徽灭 包括安倍会在首相官邸 亲自接见他 此外呢 他会和外相做进一步的沟通 就是所有的日本的政要 通通和他见了一面 不仅仅是他去登 这么一个小小的岛 到前线去看望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倒觉得呢 应该说呢 日本也借这样的机会 在营造自己的 和美国的这个特殊的 日美同学关系的坚不可破 就是美国对于盟国的承诺 对农友的承诺 也就是我会在太平洋地区 长期存在 而且是坚实存在 而这个信息呢 日本也希望它能够透彻出来 而且日本也在另一方面 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 它一方面有军事意义 另外呢 它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黄老师 哈利斯信誓旦旦的表态 要帮助日本保卫钓鱼岛 他的话究竟能不能当真 美国真的会跟日本 同处一条战线吗 我觉得哈利斯这个人 所讲的话 他肯定就有双重属性 一方面嘛 他毕竟是美国海军的 一名高级将领嘛 现任的太总司令嘛 他毕竟是穿着美国海军的军装 他所说的话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讲 你即便是说错了话 回击BIP 他也代表他的某种官方身份 所以在这样一个程度上 你还不能拿他说的话 完全不当回事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他的身份很多数目 他虽然是美国海军的上将 但是他是日裔 那么这样一种身份 也就是让他的这样一个 说出的话 带上了更多 我们大家都能够想得到的那些 那样一种印记在上面 所以这些话 我觉得一方面 它可能是美国方面 某种态度的一个展示 那就是 中国你不要以原意你的实力 跟日本比战友绝对的优势 你就可以随时动手去收拾他 我一定要管 我一个兄弟 我是一定要管 这个恐怕美方官方的态度 他应该大体上 也是这样一个态度 是一个底线 他不会容忍你 这个中日双方 如果出现情况 美国绝对任何情况下不插手 这个情况恐怕从美国角度讲 他也不会这么认识 但是 什么情况下会插手 会插手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为日本两肋插刀 甚至为了替日本出头 不惜跟中国撕破脸 来个鱼死网破 美国人会不会把事做到这个地步 我们现在不在这儿多塞 大家只要看看此前 美国每当面对这种重大利益选择的时候 每当与另一大国可能迎头相撞的时候 请大家看看 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 还是别人的国家利益 大家看清楚这一点 恐怕未来 美国无论是在中日东海争端之中 还是在台海争端之中 他到底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大家心里也就有个底数了 所以对于哈里斯这样一个人的话 身份很特殊的人的话 我一直这么一个观点 不能不听他所说的话 也不能全听 不可不信 更不可太信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东南军情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下周见